圣经诗篇第六十八篇 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杀 叫那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 他们被驱逐,如烟被风吹散 恶人见神之念而消灭,如蜡被火溶化 唯有二人必然欢喜,在神面前高兴快乐 你们当向神唱诗,歌颂他的名 为那座车行过抗野的修平大路 他的名时夜和话,要在他面前欢乐 神在他的圣所作孤儿的父,作寡父的身冤者 神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 唯有半翼的住在干燥之地 神啊你曾在你百姓前头出来 在抗野行走 那时地见神的面已震动 天也落雨 西乃山见以色列神的面也震动 神啊你降下大雨 你产业以色列疲备的时候 你是他健康 神的会中住在其中 神啊你的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 主法明定,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 统兵的军王逃跑了,逃跑了 在家等候的妇女分手所夺的 你们安我在阳圈的时候 好象甲子的翅膀到白银 令慕到黄金一般 传人者在境内赶散联王的时候 细雨飘雪在撒门 巴山山是神的山 巴山山是多风多灵的山 你们多风多灵的山啊 为何车看神所愿居住的山 耶和华必住这山 直到永远 神的车念里万迎千 住在其中 好象在西那圣山一样 你已经升上高天 劳略受敌 你在人间 就是在半夜的人间 受了贡献 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 就是拯救我们的神 是应当清重的 神是为我们施行诸般救恩的神 人能脱离死亡 是在乎主耶和华 但神要打破他仇的的头 就是那常犯罪之日的法顶 主说我要使众民从巴山而归 使他们从深海而回 使你打碎受敌 你的脚寸在血中 使你狗的舌头从其中得分 神啊你是我的神 我的王 人已经看见你行走 进入圣所 歌唱的行在前 作乐的随在后 都在激古的同类中间 从以色列源头而来的 当在各回中清重主神 在哪里有统管他们的小便阿民 有犹大的首领和他们的群众 有西部伦的首领 有拿伐他你的首领 以知你的能力是神所赐的 神啊求你兼顾你为我们所成全的事 因你耶路撒冷的殿 列王必带贡物献给你 求你戚喝奴尾中的野兽 和群公牛并列邦中的牛独 把银快揣在脚下 神已经赶散好争战的列邦 埃及的公后要出来朝见神 古实人要急忙举手祷告 世上的列国啊 你们当向神歌唱 愿你们歌众主 歌众那自古 驾行在诸天以上的主 他发出声音 是极大的声音 你们要将能力归及神 他的荣耀在以色列之上 他的能力是在穷仓 神啊你从圣所所显为可畏 以色列神是那将力量权能赐给他百姓的 神是应当清俗的 圣经读笔 如上帝似乎他自己有话语